阅读时光有台湾的过去 透过作家的笔跟导演的镜头 你会看到过去的台湾 非常深刻、私密 又大量触及我们集体记忆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你看完阅读时光 也会找原著来看 那么也许台湾的未来会更丰富、更美好 阅读时光计划改编拍摄台湾作家文学著作 发输近百年的文学历史 以前我们是好像没有具体的 什么方法可以说出来 生活在台湾那种历史的累积 这一次这样很专注地拍作家门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找到了那个河流 好像找到了那个窗户 不是说这十步没有选到谁 而是说太多了 本周异想世界专访导演王小弟 带您来看文学影像 跨世代呈现台湾社会 每周一周锁定UDN TV影响世界 谢谢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